现在是下雪芒果的采收期 不过玉里正名代表吴欣文在最近接获农友来反映说 因为产量变多了缺乏行销推广的观念 很担心他们销售不出去 代表说因为部分小农没有网络行销能力 希望乡镇公所和农会可以帮忙 目前正是下雪芒果的采收期 不过玉里正名代表吴欣文在这两周都接获农友讯息告知 因为产量多但是缺乏行销推广 担忧都销售不出去 吴欣文说因为部分的小农没有网络行销能力 希望乡镇公所以及农会等有关单位能够来协助 它的产量太大了 所以一下尤其是小农 那有很多的农民就反映说 数量太多了 那它没办法一次可以销售完 所以它必须要拜托很多人 那另外小农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本身很多的农民 并没有在网络行销的能力 那这个部分当然也希望政府以及农政单位 能够关切关心 那看有没有什么方法 在每个波段的时候能够协助农民 很多果农不慎常网络行销 销售一度受阻 吴欣文这几周都陪伴芒果农友寻求办法 近期将会与乡镇公所或是正名代表等单位 集思广益一起来协助小农 来推广自产自销的芒果行销政策 因为农民在种植的时候 它只有在生产的时候 大量出产的时候 它才有收益 那其他时间都在农田里面嘛 所以你要让它又在管生产 又要管行销 显然是有一些困难 所以在这个部分 那农单单位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方式 可以协助农民在执行这个部分 那或团体的部分 包括农会啊农业单位啊 或者乡镇公所 那个当然在代表会这边 那我们也会这个推动相关的上媒体 吴欣文也建议在农产开始进入产季之前 规划行销内容 并且积极推动预购制度 或是与农会乡镇公所办理行销活动 还推动所谓的预购服务 鼓励消费者先行预购 因为这些做法可以有效地保障农民收益 也可以进行产期调解 提高农产品的先销市场价值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